大家好,我是王明媛,來自中國澳門 身後就是澳門著名的景點,大山巴牌坊 我現在是復旦大學上學醫學院 2019級臨床醫學專業的學生 開學了,快點一起跟我回學看 復旦大學時間於1905年 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院校 這間校以來,復旦一直扁持著國學而讀志 切穩而近思的校學,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復旦學子 在這裏有國際情緣的實驗室 從事慢卷的圖書館,豐富多樣的體育設施 還有令你帶爆口福的各地美食 經驗設施如此豐富,當然,復旦的校園面積也是很大呢 學校現在有邯鄉,邦陵,江灣,張江四個校區要相呼應 下面就跟我的同學一起走進復旦 近距離感受一下復旦學子的生活 光華樓前面的這片草地是同學們修閒娛樂的最好的場所 我們簡稱它為光草 明媚陽光下,光草成了著名的景點 特別是初春三到四月的時候,粉白的櫻花 凡是經過的同學都會停下來欣賞一下 現在我們來到了北區食堂 北食主打的是調和春夏秋冬味 服務東西南北人的slogan,涵蓋中國八大菜系 沒課的時候,我也喜歡點一杯奶茶 坐在二樓陽光充足的自習室自習 大家好,我叫姚雨晴 我身後的這個建築就是江灣著名的廖凯元法學樓 來到廖凯元法學樓,就不得不提位於其三樓的模擬法庭 在模擬法庭中,我們有機會實操演練 感受法庭的莊嚴,捍衛各自的立場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便是復旦大學江灣校區綜合體育館 作為中國高校中數一數二的運動場館 內設乒乓球室,多功能體操房 健身房,羽毛球場,網球場,籃球場,排球場 七大類型 閒暇時光,我也經常約上三五好友 來這裡揮灑汗水 聽完兩位同學的講述,接下來就到我們醫學院看看 要是說醫學院最具亮點的地方 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圖書館了 在這裡,我經歷了兩個醫學院的期末考試 看過了二百多個人一起努力到深夜的燈火 每次當我學習學到累的時候 看到旁邊努力的人都會繼續埋頭奮鬥 病理標本博物館最早建於上世紀四十年代 在前人的心情努力下 為我們一屆又一屆的醫學生提供珍貴的學習資料 醫學院的課程除了聽老師教授理論以外 還需要在實驗課上通過不斷的觀察與練習 才能更好的把知識運用在實踐當中 在復旦的生活是充實忙碌的 在剛剛過去的寒假裡面 我們都有更多的時間去分享一些感受 這個是融融 那學姐 作為港澳學生在內地 在上海 然後在復旦 有什麼感受呢 復旦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港灣 比如說逢年過節的時候 我們學校的也有港澳台辦嘛 它也會組織一些活動 就算一個人在外面 也可以結識一些不同的朋友 在復旦上學 特別有那種歸屬感 對 學姐 你今年已經是大學 那你未來 對學醫這方面 會有什麼規劃呢 我希望自己在上海 可能八年或不止八年的學習 之後呢 在澳門做一份貢獻 復旦大學的校母 取自上書大傳中的 日月光華 帶復旦系 我們會繼續追夢與拼搏的旅程 我們在復旦等你 我在復旦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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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復旦等出發 去認識世界 世界 將在我們的腳下 時時整開